高中时期 为了帮衬贫困校草 我故意考低分 花钱请她 给我补课 她却恨我 占用了她和小青梅相处的时间 更在得知我高考成绩 比她多出一百分时 诅咒我这个假慈悲 心机恶毒的富家女永远得不到真爱 后来我被她害死了 她还不忘到我分钱警告我 如果有下辈子 不用再假猩猩可怜她 也不要再强扭 从来就不属于自己的感情 如她所愿 重来一次 我没有再请她补课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 和青梅一起 在大小餐厅洗碗端盘子 转完开始了 青青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青青不迷路 校草尹家明她爸 在三年前的一场火灾中 应供殉职 她爸救火的商圈里 有我家的连锁餐饮店 为了感念她爸 我家事后给她家捐款了一百万 她妈伤心成绩住了院 等尹家明和我 考到同一个公立高中时 她家已经把她爸留下的 所有消防员殉职补贴 和各种捐款花得差不多了 我妈得知 我和她在同一个重点班 打算再捐款给她家一百万 尹家明冷脸拒绝 少侮辱人 后来我想了一招 故意在入学摸底考试垫底 然后花高价 请尹家明包补课 这样既能护住她的自尊心 也能顺理成章的 让她少去餐厅打工 多花时间照顾她妈和学习 但在上一世 她也因此恨透了我 一是觉得 我长时间请她补课 占用了她和青梅刘俊俊的相处时间 导致隔壁学校的刘俊俊 和校爸谈起了恋爱 二是觉得 我高考分数比她高一百分 完全是利用起侮辱了她 她觉得我这个差生 不应该考得比她高 更不应该借机追求她 她说她永远都不可能喜欢我 她诅咒我这个恶毒心机的富家女 永远得不到真爱 后来她发奋图强 考上了比本科更好学校的研究生 严三十拉到了天使投资创业医美公司 加之她本来就是校草 她的颜值 让她所经营的医美生意 更加有说服力 很快她就赚到了一千万 她终于鼓足勇气 去找和她已经失恋已久的刘俊俊 可是刘俊俊 已经为比她大十岁的富商 怀了双胞胎 比起富商的家族资产 尹家明的一千万 简直小屋见大屋 于是尹家明把所有的恨意 都发泄到我身上 她反常的邀请 我到她店里做医美项目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毒液注入我的四肢百孩 最后却以轻飘飘的医美事故 来搪塞我的死亡 我爸妈本想要为我讨一个公道 但得知是在尹家明的公司出了意外 那里忽悠到了新的投资款 她得意的到我坟头炫耀一番 然后又满是恨意的警告我 如果有下辈子 不要再装圣母假惺惺的可怜她 她根本不需要我家的捐款和救济 更不屑为我这样的附加尼补课 赚我家的钱 是我的傲慢 害死了自己 她问心无愧 或许是老天爷看我死得太远太可怜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一次 我不会为了渣男隐藏自己的实力 和委屈自己一秒 我也不再会给渣男 赚到我家任何一分钱的机会 更不会让她再伤害我分毫 拿着高二会考的垫底成绩单 我剑步如飞地回了家 看着年轻了一大截的父母 让我有种恍若格式的感觉 我妈接过我的成绩单 往我嘴里喂了一块橙子 然后意有所指道 我们的宇家宝贝回来了 多补充点 missi 增强抵抗力 然后再吃一颗鱼油 可别忘记以前你可是是中考状元 眼差声 不要太入戏哈 我嚼完橙子 勤泪回复 今天开始 不用再让尹家明来家里 给我补课了 下次考试 我也不会故意考倒数了 还有 如果她再去我们家任何一个餐厅打工 麻烦爸妈告诉店长 拒绝用它 我妈一脸诧异 和我爸对视了一眼 上一试 我爸妈虽然同意我故意考倒数 来帮扶尹家明 但也因此抬不起头了好一阵子 一个适中考状元的女儿 上了公立中学成了重点班 成绩天天掉车尾的差生 从高一到高二 整整两年 被人非议我中考成绩作假 上了公立中学就原型毕露了 做生意满脑子都是算计的家庭 怎么可能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找个年纪前十的校草来补习 也是想进水楼台先得月 资源置换 改善他们家的研制基因吧 毕竟这世道都是美女配合同 或者就是仆女和帅哥硬组 CP 对大家的眼睛和乳线都特别不好 类似这样的话 总是断断续续的传到我家耳朵里 但一开始 我们家就决定了 帮助救国英雄后代尹家明 被这样非议 我爸妈也只能忍下了 而且我还非常入戏 甚至还有点喜欢上尹家明 总是处处维护她 客观讲 我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 喜欢好看的脸很正常吧 再加上对尹家明 作为救火英雄的后代有滤镜 又看了一些霸道总裁的小说 所以每天和冷脸的他接触 我就莫名地献上去了 所以我妈也很着急 总是时不时的敲打我 但我向我妈保证过 高考之后才会表白 赢住的眼泪已经被我吸了回去 我坚决到 我没再开玩笑 我先回书房自己复习了 我刚说完 门铃响了 保姆周阿姨 领着冷面桀骜的尹家明上来了 现在看到尹家明18岁的这张脸 我只想吐 但我忍住了 脸上扬起了讥笑 让你给我这种附加女补习 挺委屈你的哈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但今天的钱照样付你 你不吃接来吃食的话 可以拒收 明天起 你不用来了 我家庙是很大 但也不会再圣母心泛滥 对了脸天冷屁股了哈 毒液被注射到五脏六腑的疼痛感 半夜在我的噩梦中重现 我头冒着冷汗惊叫 我妈听见我的声音 立刻冲到我房间安抚我 宇家 你怎么了 我妈帮我擦掉额头上的汗 别怕 都是梦 有爸妈护着你 都是梦 我抬头 看向满脸担忧的妈妈 抱住了她 妈 能不能让和我们家合作的店链和饭店 也聚招尹家明去兼职 不要给他任何赚钱的机会 哪怕是洗碗端盘子 我妈不解 宇家 怎么才一天 你对尹家明的变化就这么大 昨晚傍晚 我看那孩子离开我们家时 表情也挺怪的 你们是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我跟我妈说 我重生了一定会吓到他 我只能解释尹家明多次表明 不屑于赚我们家的钱 起初 我妈要给他家捐款一百万 他也冷脸拒绝了 这是事实 我妈了然 硬了我 但又补充 如果和我们文家连锁餐饮合作的餐厅 都不用尹家明 那他估计会去我们的对家 那家差评满天飞 磕带服务员 但仍风生水起的姚氏餐厅 我点点了头 这就是我的目的 重生后 我就定下了书通乳县的复仇目标 首先让尹家明认清自己几斤几两 然后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 最后旁观他死无全失 果然 一周之后 尹家明就去了姚记餐厅兼职 一开始 他也不在意被之前兼职过的餐厅拒绝 因为刘俊俊也不在这里兼职了 尹家明跟着刘俊俊去了姚记餐厅 虽然每小时的兼职费 比其他餐厅少了十元 但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和刘俊俊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每天下午一放学 尹家明就和他在学校对面的班马献出会合 然后两人牵着手 吃着同一根玉米棒 坐着公交去洗碗端盘子 尹家明他妈住院的医药费 原本是靠着 我加给尹家明高出名师客时费五倍的价钱撑着 但住院就是烧钱 不到一月就用光了 尹家明那每小时十五 三的兼职费 一个月拼死拼活的干了90小时 也才1377元 而且还是四月中寻发 根本就不够支付他妈一天的住院费 和医药费 他只能求医院 先拖欠一周 他会想办法补上 他的想办法就是增加端盘子时间 要么多上夜班 要么逃课去兼职 负责的班主任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异常 私下把他喊到办公室问询 看能不能帮助他解决一下问题 在班主任面前 他只好把家里以捉襟见肘 但妈妈急需住院费的情况坦白 班主任觉得他很不容易 再加上他毕竟是年纪前十 不想浪费了这个好苗子 于是自己先拿出了1000元捐赠给他 然后承诺会组织全班 或者全年级给尹家明捐款 这次尹家明虽露出了一丝不情愿的表情 但在现实面前 还是点头了 自习客上 当捐款二维码从前桌传递到我和李雪的桌子上时 同桌李雪大方地扫码赚了200元 然后感慨道 我给尹家明捐200元已经是我极限了 是我一个月的早餐费 加续命奶茶钱呢 李家一会儿你捐的比我多 可不能笑话我哈 我做卷子的手没停 头也没抬的回答他 不会的 我不捐 李雪差一道 啊 你之前不是私下找尹家明高价补课的吗 按理说 他也算你半个老师了 再说你们家挺有钱的 也很善良 就像那个电影《寄生虫》里说的 有钱人就会有时间和心力 体现善良的那种善良 哎呀 我乱说了啥 对不起 我不该倒的绑架你的 只是发现你最近有点反常 忍不住想八卦一下 我停下手中的笔 把那个二维码递到了后面去 然后回复李雪 人也不能太善良 不然会变成遭人恨的大圣母 受住者恶意你懂吧 我如果给尹家明捐款了 他估计会和我们这种有钱人拼命呢 李雪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凑到李雪耳边 继续巧声解释 我保命要紧 真的 两年前 我妈想要直接捐给尹家明家一百万 也被他拒绝了 他觉得我家侮辱了他的人格 之前也是我一厢情愿 自以为是的想要帮助他 但也没考虑对方需要不需要 是我冒昧了 本小姐决定勒住钱袋子 停止散发圣母心 说完 我又埋头继续写诗卷 李雪只好一边吸溜着奶茶 一边脱塞思索了好久 第二节班会课上 班主任清点 给尹家明的捐款数 一万零四百九十八元 然后咳嗽了一声 看得我阴阳怪气道 这次帮助尹家明渡过难关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出力了 你们都是很善良的孩子 只是有些该捐的没捐 同时 一道寒气逼人的眼光 从靠墙左侧的前排座位 朝我头来 哦呦 是我们班的受住者尹家明呢 我直视着尹家明 等着他放屁 但他又哑声撞回去了 我作罢 我暂时没有理这些 不敢直接交流的阴阳怪 收拾了书包 踩着下课铃声回家了 我回到家 吃一顿营养均衡的晚餐 然后又看了货书 就洗澡休息了 我要养精蓄锐 为明天的期末考 补充体力和睡眠 睡好了 我才能头脑清晰的做题 我要重新在考场上 大杀四方 久违了 那个成绩拔尖的自己 一周后 期末考成绩出来了 我从倒数 冲到了年级前30名 班级前5名 两年都是年级前10名的尹家明 落到了年级第100名 所有同学议论纷纷 不是吧 不是吧 一直掉车尾的文宇佳 居然考到了年级前30名 这是梦境吗 这也太夸张了吧 整整提高了321分 该不会是作弊的吧 文宇佳以前不是是中考状元吗 所以现在重新适应了 高中的考试也很正常吧 她的是中考状元 早就传出来是找关系买的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之前她还一直让尹家明 给她补课的嘛 等等 尹家明为啥成绩掉这么多 她和文宇佳 不会是交换的考卷吧 毕竟她最近家里很需要钱 我强烈建议 复查文宇佳 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 要不让她单独 再考一次证明一下也行 同桌李雪帮我解释 宇佳一定没有作弊 这两个月以来 我看到她每天至少 自己练习两套卷子 班主任对我之前 没有给尹家明捐款本就不满 再听了这些同学的猜测 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问我有没有作弊 我回答没有 她反问 你怎么证明你没有作弊 为什么你这次 会比一直给你补课的尹家明 分数高出那么多 你不捐钱 是为了单独花钱 买她的答案和成绩 你没有钱人家的女孩 就是喜欢显摆 我笑出了声 我为什么要自证 谁质疑谁举证吧 你为人事长 也教书育人很多年了 之前我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 但现在才知道 是看人下菜碟的那种负责 别太爱难了你 也别仇富哈 你得承认 富人因为积累了财富 所以能免于生计奔波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提升自己 学习知识上 还有富人能积累财富 要么是富人在上级被努力工作 要么用脑子花心思换来的 这也很需要文化知识的哈 别把富人当成草包 富人创造大量财富 为国家增长 GDP定期给国家缴税 说不定 你的工资里 也有富人缴的税 想不明白的话 我建议你 多看几本和经济相关的书哈 班主任被我对的哑口 只能一个劲的在那 你 你文宇佳 你太没礼貌了 一点都不懂 尊师重道 我笑得更大声了 觉得已经没有和他交流的必要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然后又回头道 你想得到尊重 那就先自己尊重别人 别拿鸡毛当令件 自己臭显摆 还扣帽子给别人 我刚刚回到教室 尹佳明就来到我的客桌旁 问我能能去教室门口说两句话 这是重生以来 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 但仍是一副蔑视我的表情 我想起上一世 他注射毒液 到我全身的瞬间 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 我压住滔天的恨意 给了他一个白眼 有屁在这里放 半天 他嘴里放出这些屁话 你给我妈什么好处了 他想要见你 让你去医院 你听清楚了 我妈想见你 但不代表我接受你 我和你之间不可能 你也不要再玩 欲情故纵那一套了 他真是放了一个他爹的狗屁 我直接起身 伤了他一巴掌 你一大男人 能不血口喷人吗 我欲情故纵什么了 我只是停止了高价 请你给我补习 因为我完全可以靠自己 考出比你高的分数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钱 浪费在你这个臭脸上 你和我不可能 我有追求过你吗 表白过吗 你收到情书了吗 我胁迫你 和我在一起了吗 都没有吧 我只是 请你给我补习过一段时间而已 你咋就这么自作多情 还有 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 那就拿出求人的态度 不要把你父母积累的 好感好名声 都在你这拜光了 被删又被骂的尹家明 脸瞬间涨得通红 先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向我 然后气冲冲的回吼了我一句 你爱去不去 话我已经传到了 我要去自食其力去了 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 大声回骂 真你代言的又当又利 什么狗东西 一旁正西 溜着奶茶的李雪 停了下来 拉住我手道 吕家不气 吕家不气哈 生气对乳腺不好 不骂这个狗玩意 才会影响我的乳腺健康 但我知道李雪是想安慰我 我点头回应 然后说请他去吃火锅 庆祝这次我们都考得不错 李雪这次从年纪前50名 考上了年纪前30名 班级前10名 李雪立刻放下奶茶 麻溜的收拾了书包 拉着我走出教室 在其他看戏同学的巧声议论中 我和李雪大啦啦的离开学校 在香气四溢的火锅店 我和李雪把好久没吃到的肥牛 毛肚 藕片 铜蒿 我开心接过 先说了注词 庆祝我们都考上了年纪前30 希望我们来年高考时 能冲上年纪前30 李雪接着说 庆祝我戒掉了垃圾食品 但续命奶茶不能离开我 我继续说 庆祝我戒掉了圣母心 做回自己 两杯奶茶对碰 我和李雪齐声笑呵呵道 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一周后 我妈带我到医院体检时 遇到了尹家明正接他妈出院 不是他妈病好了 而是更严重了 他妈因伤心导致中枢神经受损 急性脑出血 现在发展成了慢性偏瘫 如果在医院住下去 还需要请护工照顾日常 和上行康复训练 上一次除了学校的捐款 他还通过某低筹拿到一笔捐款 但补上之前的欠款后 不到两周就用完了 所以他家已经山穷水尽了 第二次 他家还发起某低筹 但捐款的人寥寥 有时候 人的善心是会被消耗殆尽的 尹母看到我和我妈之后 颤颤巍巍的和我们打招呼 然后和我们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知道 我家之前给他们捐过款 还很照顾尹家明 上一次想请我到医院 就是想当面道谢 我心一软 想不通这么通情打理的母亲 砸养出尹家明 那个自以为是的狗玩意 但我儿子家明 不想再四处求款给我治病 我理解他 男人都要面子嘛 我回家坐着轮椅 自己坚持锻炼 等他放学或者打工回来 再带我运动一下 应该能慢慢好起来的 听他这么一说 我和我妈一对视 那就只能尊重祝福了 一旁的尹家明 用贴满窗可贴的右手 大力拨开了我和我妈 推着尹弩在寒风中去做公交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这是想把在尹记餐厅吃的苦 发泄在我身上呢 该发泄恨意的人 明明应该是我吧 我才让他认清自己几斤几两而已 还没发工折磨他呢 我立刻打了餐厅经理电话 聆听我家在尹记餐厅收集到的情报 这年头 普实的餐饮商站中 谁家没有个监督性质的卧底啊 尹家明这段时间 在尹记餐厅 可以说吃尽了苦头 先是没有按时拿到兼职费 三千五百元 原因是他不小心摔坏了几个盘子 原本值不了几个钱的盘子 在客扣成性的尹记餐厅 需要员工三倍赔偿 尹家明想要买类似款 盘子补上都不行 总经理说 尹记的餐盘都是独家定制的 不能以次充好 心高气傲的尹家明 哪受得了被这样对待 于是他想约刘俊俊回之前的餐厅兼职 但刘俊俊却拒绝了 刘俊俊觉得一直洗碗 擦桌子 上餐 太辛苦了 在哪都一样 最近尹记餐厅卖玉制菜的秘密 被发现了 老板想了个招 在入口设立了一个玻璃展柜 想呈现尹记的招牌菜 辣椒炒肉被制作过来的过程 但并不是真的炒 而是只需要里面有人表演切肉和切辣椒就行 最好切辣椒的是个美女 刚好刘俊俊长得不赖 他也厌倦了在餐厅里被呼来唤取 坐在玻璃窗里切辣椒 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个美差 他当然不愿意和尹家明回去之前的餐厅 而且他都把之前餐厅的店长和员工得罪完了 回去干嘛 被人看笑话呢 尹家明厌不下被欺负的气 只能一人回去之前的餐厅求职 但他跑了中考毕业后 兼职过的七八个餐厅都被拒绝了 店长回绝的理由 不再是之前说的人数饱和 而是文家餐厅主托 不能让他赚到文家的任何一分钱 哪怕是卖苦力的钱都不行 尹家明急眼问道 你们不是忘记餐饮吗 和文家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文家是我们忘记的大股东 店长回复道 然后尹家明又不得不回到了姚记餐厅 继续忍气吞声的洗碗 小心翼翼的端盘子 马不停蹄的收拾座椅 抢着上晚班牌点能多给二十人加班费 姚记餐厅对这样的人来者不拒 反正在他们眼里 不管是正式员工还是兼职员工 都是苦力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就滚 因为整个市区两大餐饮阵营 我家文家餐饮和姚记餐饮 基本垄断了市场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尹家明才发现 赚钱原来这么难 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能花更多时间在兼职上 哪怕他妈已经出院了 日常开销也需要钱 虽然社区会定期帮扶 但嘴硬的他总是时要时不要 因为他想向青梅刘俊俊正名 他妈可以依靠他 以后刘俊俊也可以 可惜刘俊俊只是一边玻璃掌柜里切辣椒 一边用无奈的表情回应他 就这样过了八个月 我们已经上路了高考冲刺阶段 我的成绩已经稳稳地保持在班级前三名 年级前十名 而尹家明已经成了班级和全年级倒数 班主任不信邪 不相信他的得意门声会成为吊车尾的岔声 毕竟在班主任眼里 高中阶段是凸显男同学学习能力的阶段 他总说前年和去年的高考状元都是男生 哦 可是不管高考状元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得花时间学习 复习 做题 背书 考试的好不好 这八个月 尹家明逃课了快二百节 缺席了不下于一百次模拟考 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力在学习上 他考倒数不是正常的嘛 所以班主任总是在那边替尹家明惋惜 还建议他最好留级一年 尹家明不接受 他冷静地说出 他妈上个月独自在家复健时摔倒在了地上 等他上晚班回家后发现去世了 以后他可以多花心思在自己和学习上了 班主任看了尹家明那张已经不再清俊 眼窝凹陷 满脸痘痘的脸 心疼不已 叮嘱他好好复习 争取用最后的时间赶上来 冲刺高考 尹家明恶狠狠地点了点头 一副扒掉谁的一层皮 不成问题的表情 可惜高考成绩出来后 让他和班主任彻底认清了现实 我这一式的高考分数 比尹家明高出了300分 同时我和李雪如 我们吃火锅时的注词内容那样 考到了年纪前三 同时分别是语文和数学的单科式状元 另一个总成绩是是状元的 刚好也是个女生 我和李雪都及时填了志愿 分别报考了国内顶尖的院校 而尹家明的分数 却只能填一个本事的专科院校 很好 他不光可以和青梅刘俊俊 在同一家餐厅刷盘子了 现在还可以一起去上专科学校 毕业后一起路边卖考地瓜 如果他愿意的话 很明显刘俊俊不愿意 因为他拿到专科录取通知书后 决定去香港打工了 他说女生读书没前途 还不如趁年轻去香港做那么多 赚到钱了参加名员培训班 说不定还有机会嫁给七八线的男明星 尹家明他已经完全看不上了 上辈子 尹家明拿着我家给的高价补课费 总是给他买各种奢侈品 但他却嫌尹家明没有时间陪他 而拒绝了他 转头和笑爸谈恋爱去了 这辈子 尹家明有大把的时间 陪着他在餐厅一起洗碗端盘子 肯同一根玉米石 他又不觉得有情能饮水饱了 他觉得尹家明没有钱给他 他不想再过一眼望到头的苦日子 他既要又要 但上辈子和这辈子的尹家明都满足不了他 所以他嘲笑现在的尹家明 是个又蠢又丑的傻子 很快这个傻子被警察拘捕了 尹家明被拘捕的原因是 邻居报警 举报他杀了亲生母亲 三个月前 尹家明回到家中 先是给躺在床上的尹母 喂小米粥 然后等尹母躺下休息时 他就毫不犹豫地用枕头焖死了他 尹母使出全身力气 挣扎求饶 但尹家明却冷血地当作没有听见一样 直到尹母没了呼吸 他才松开了枕头 一个小时后 他重新布置了现场 把他妈的死亡 伪造成了从轮椅上摔下地 四周撒满了粥 然后他急匆匆地出门上夜班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之后 他确认尹妈的身体已经僵硬 然后就打了120 但120到了现场后 确认尹母已死 急救人员 表示商员已经死亡 就不归120馆了 尹家明需要呼叫的是 殡葬中心 收容遗体就这样 尹家明避胎了尹母的事件 再加上他和他妈贫困交加的现状 以及他妈长期偏瘫在轮椅上活动 就算他真的摔死也很正常 可是我记着呢 我重生后就一直没有忘记报复 折磨尹家明 我只是先让他认清了他所处的现实处境 他就渐渐暴露出凶恶的本性 杀死亲生母亲是他的自发行为 我只是一直找人盯梢和跟踪他 成为他的邻居 然后用视频记录下了他的犯罪证据 现在就算他百般嫌弃的专科院校 他也上不了了 上辈子 他嘴上说看不上我们这些有钱人家 却先理得地享受着 我家给他提供的优待和钱财 才让他在失去父亲之后 能有大量的精力花在学习 提升自己上 也能用我家的钱 为他妈上行最好的治疗 然后他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但却还是怨恨我耽误了他的爱情 真是可笑 他明明可以拒绝我家提供的一切便利 但他为什么没有呢 他把我害死之后 他走遍个大高校 终于找到一个和刘俊俊七分相的女孩 然后追求他 来做刘俊俊的替身 来完成他那份遗憾 却必须拥有的爱情 或许命会对又野又不要脸的人 格外偏爱吧 我死后 尹佳明人财富和爱情源源不断 而对好人却格外不公 总是被剥削和利用 不管这个好人是贫穷 富贵 健康 还是疾病 所以朋友们 做人不能太善良 人善被人欺视老化 但也是事实 重来一世 据做圣母 从我做起 接下来 还有更精彩的 书童鲁县之复仇实践呢 毕竟现在才准备开启第二步 折磨尹佳明到生不如死 今秋九月 我和李雪在北京的高校里上课 参加社团 打辩论赛时 尹佳明被关押在我们的市监狱 然后被公开评审 一审时 他原本已经认罪的他 突然翻供了 因为他不接受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 他泪流满面的拒绝认罪 他先是一口咬定 邻居提供的视频是屁股的 蓄意栽赃他 然后说之前在派出所被驱打成招 之后他又前后不一地 说了一些细节 想为自己开脱 比如他看过一个电影 电影里长期照顾病患家属的人 用枕头闷死了病患 然后也自杀了 他想过这么做 但是他做不到 他没日没夜 逃课打工兼职 就是想让他妈过上好日子 他怎么可能杀了亲生母亲呢 他有大好的青春 为什么要自毁前程 他可以承认自己是个不优秀的人 但一定是个善良的人 他连一只鸡都不敢杀 但他看到母亲确认死亡时 他确实也感到解脱 因为太累了 他还说 银母也一定会感到解脱 病人自己也会累呀 而且他可以去陪父亲了 定罪三要素 目前只有人症和物症 并且他妈的尸体 早就被火化了 也无法解剖 缺尹家明的认罪口供 就不能立案 案件只能暂停审查 此时 网络上已对着是上行热议 这一看就是个恶性自恋 反社会型 表演型 致命 NPD 和最近那个老某之太像了 开脱词都一样 我是尹家明的高中校友 感觉他挺可惜的 他以前在学校 真的是个耀眼的存在 校草极家学霸级的人设 只可惜命运捉弄了他 家里条件太差了 父亲去世 母亲重病 耽误了他 楼上 家境贫寒 并不是他杀人犯罪的借口 照你这样说的话 全世界得有一半人 恶意杀人后被原谅 再说了 尹家明和他母亲 在他爸去世后 大大小小的救助款 捐款也收到了不少 是他作践自己 可怜可惜的 应该是被杀的他妈 我都替他汗流加倍了 无语注了 当庭翻供 如果二审保持原判的话 检察院和法院后续 只会认为他认罪态度恶劣 很有可能会加大惩罚 如果不是冤案的话 真的有好戏看了 为了网友能看上好戏 当然也是 为了我自己的乳腺健康 我也不能接受尹家明用谎言 为自己脱罪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所以我出手了 我买通人 给监狱里因被迫杀人 背叛无期徒刑的 犯人王哥的家人一笔钱 让他在监狱里 收拾在尹家明 犯人上监狱后 都会有个规矩 会彼此问是咋上来的 强奸犯 虐童犯 伤害亲人入狱的人 爱打小报告的人 一般都会被监狱默契的狠狠收拾 但需要有人挑头 尹家明因杀母入狱 已经被狱犹很看不顺眼了 他居然还在庭审时翻供 试图脱罪 苦于没有证据犯罪 一直被执行无期徒刑的王哥的信号 带着恨意 狠狠地发泄到了尹家明上 于是在放风时 尹家明莫名其妙地 被埋上了土里 睡觉时 尹家明先是突然被揍得鼻青脸肿 然后嘴里被灌满了尿 吃饭时 他碗里的饭菜 一分钟被其他玉油抢光 他再呈 再被抢 基本他就没法吃饱饭 一开始 他会向狱警打报告 但打报告之后 会被揍得更惨 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 一天又一天 在二审开庭前 他整整被折磨了68天 于是在二审时 他心理防线崩溃 终于承认了他杀害亲生母亲的事实 并且详细描述了细节 只请求如果被执行无期徒刑的话 为他换一个监狱 审判长严肃地回复 鉴于他之前翻供事实 体现其认罪态度恶劣 同时 花费了公共机构长时间的人力物理 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 二审结果未必是无期徒刑 听到这个回复 尹家明瞬间吓得瘫坐在地上 晕了过去 11月份 北京下的第一场大雪 我和李雪原想预约故宫的入场门票 到里面拍照打卡 但无奈预约的人太多 到我们时已经没票了 于是我们只能在故宫对面的烤鸭店 边赏雪边吃北京烤鸭 当吃完半个烤鸭 喝了半杯奶茶时 我们听到了尹家明三审的庭审结果 尹家明被判了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 我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 李雪就抢在我前面生气道 死缓不就是死不了的意思吗 尹家明可是杀了亲生母亲啊 和那个吴某女如出一辙 那后续会不会又变成无期 然后再减刑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也群情激愤 不是吧不是吧 听说是因为尹家明父亲 是救火英雄的缘故 所以他才得了庇佑 被判了死缓 但是他妈更是他爸的合法妻子啊 这可是连亲人都杀的恶魔呀 求求为社会安全考虑一下吧 如果尹家明不被立刻执行死刑 后续就有可能有类似的案件在发生 会出现无数个模仿犯 危害普通老百姓的安全 这么下去 谁敢生孩子啊 现在咬都不防老就算了 估计还不防被杀 以后估计会在知乎看到一个提问 被亲生的孩子杀掉是什么感觉 一楼 等我被杀了后再来回答你 现在每天想着保命和防护呢 二楼 复义 加10086 我喝完手中的奶茶 笑着对李雪说 没事 他会死的 估计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因为我会再次出手 李雪祷告 保佑 保佑 很快不到半年 尹家明因打伤育友犯下故意伤人罪 符合死缓期间 如若犯罪 就会立刻执行死刑的刑法 尹家明为什么故意打伤育友呢 或许是受够了育友的挑衅和折磨 或许是他就是想杀人了呢 就像他堂而皇之的杀了亲生母亲那样 就像他上辈子杀害了我那样 不管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他都是个坏种而已 只是这辈子 他该死了 他在偿还他犯下的所有罪 在我和李雪本年度最后一次火锅局上 我们听到了尹家明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听说死相很难看 他不接受注射死刑 选择了枪决死刑 但被枪毙时 他还试图逃脱 所以被枪眼打成筛子 同时还听了一个八卦 尹家明在确认执行死刑前一周 请求刘俊俊的探视 表示要把家里的老小区房给他 不管是刘俊俊用来居住 还是卖了 都希望能给刘俊俊一点物质帮助 算是对两年前没有给他想要生活的补偿 真表演性人格 死之前还搞一下恋爱恼人设 不要太滑稽 但刘俊俊拒绝了探视请求 甚至私下骂尹家明晦气 因为刘俊俊已经在名媛培训班里扎稳脚跟 也前程助导 谢谢我自己平安努力的又活了一年 谢谢我活在一个赏罚分明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延的社会 也提前谢谢明年 明年我们的国家必定是和亲海燕 十和年峰的一年 我也说了注词 谢谢我这一年 成功的保住了命 还保护了我的乳腺 成为自己的乳腺侠 谢谢来年让我父母平安健康 提前退休 享受四处旅游的晚年生活 也谢谢给我重生机会的系统 我希望明年 我能成为他业绩上 可以用来展示的一个对象 毕竟我重生后的任务 很完美的完成了 系统小桃 似乎听到了我的注词 在跨年夜的那一晚 给我发来了我这一整年 重生复仇之乳腺疏通年中报告 亲爱的重生者 文宇佳 你好 这一年 你保护了自己和乳腺 七百八十九次 比如走路靠右行 并且过斑马线红绿灯 不玩手机 得了寒风疹 及时就医吃药补充 你 see 感冒发烧时 及时休息和挂点滴 当然最值得嘉奖和称赞的 高中班主任 道德绑架让你捐款给他 就像上一年 拒绝捐款给银某明亮坚决 比如不接受排队时 被熊孩子插队 然后在被妈保辱骂时 直接录视频报警处理 比如拒绝大学同学 到你文家餐厅大吃大喝后 要求你为他们免单的行为 你做得很棒 请继续保持 这一年 你坚持最久的事情 骂人 以前骂人可能是你斤斤计较 但今年你骂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活该 还记得12月20号那天吧 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上辈子害死你的人 终于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你吃了两顿火锅 说了感谢自己和系统的注词 然后半夜又泪流满面的睡去 我知道你在为重生后 辛苦复仇的每一天哭泣 我知道你担心这一切只是梦 我知道你曾担忧引某名 会因为你伤害到父母和朋友 等尘埃落定那一晚 你开心激动 却又难以置信的哭了 以后的每一天 请及时对自己说谢谢 因为你真的很棒 你努力的摆脱了可怕的猖鬼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保住了命 还保护了乳腺周全 你真的很了不起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一年 为了高考多考几分 你独自多做了307套卷子 背诵了99遍灰色的初诗表 失眠了66天 在同桌里雪的带领下 喝了33杯奶茶 吃了88顿火锅 16次烤肉 加长和里计的烤冷面100分 期间发誓 不再吃高热量食物123次 最后只保持了一周的历史记录 这一年 你通过实际行动 明白了如何践行善良时 警惕自己成为圣母 再落得被人耻笑 利用和伤害的下场 善良是看到弱小会去保护和帮助 比如救助流浪猫狗 帮助老弱病残 捐款给贫困山区的女孩 合理有度的照顾身边的人 但如果能力有限 做不到 也不需要自责 只要不去伤害 他他他也是一种善良 因为人除了被外界盗的绑架 有时候也会被自己盗的绑架 被自己不正确的就观念绑架 被自己不合理的要求规训 被自己的虚荣心束缚 人要先放过自己 否则在践行善良这件事上 太过度就会产生圣母行为 随意介入他人的因果 破坏了自身的磁场 轻则作践自己 重则害死自己 最后你的2023年度关键词是 发疯 未来的日子 请继续保持这份热爱吧 全文完